记者红尘红高雄报道,中钢委托包商日高公司检修真空托器处理槽,今天发生奈火砖一次整片脱落, 砸到下方作业的三名工人,造成一死,一重伤,一轻伤意外,高市劳工局勒令该工程停工。 中钢委托日高进行W3第二链钢厂真空托器处理槽定期检修,预计从距离地面2.5公尺处往下62.5公分的耐火砖更换。 今天上午时时45分,51岁蔡姓,35岁无姓及57岁无姓工人在真空槽底作业时,距离地面265公分处的耐火砖轰隆突然滑落, 三人被砸伤送医小岗医院指出,57岁无姓工人已被砸中全身,头部与躯干多处外伤,到院时已无生命迹象, 51岁蔡姓工人,昏迷指数三分,有休克现象,头部外伤,35岁无姓工人有头部外伤,左侧饶骨及怀骨骨折,生命显向稳定,真空托器出力槽未刚液掉之用途, 以避免添加物氧化,每座链钢厂都有数座草体,为直径约3公尺,高8公尺圆柱体, 铺排在草体内的耐火砖每块13公斤,有使用期限而必须定期更换。 中钢安全卫生处组长许清席指出,日高公司具有检修中钢真空托器出力槽经验, 受伤三名工人事发时正在草体内作业。 中钢表示,该意外不会影响生产线运作。 高市劳简处表示,三名工人一正进行草体下做焊接前置作业, 耐火砖尚未更新就已崩塌,真正原因将进一步厘清。